欢迎收听玄幻多人剧《傲风》 作者 风行李 第九百九十四集 他们觉得有这样的幻兽 秦腾说不定就不是他们对手了 最后的排位赛上一定要他好看 秦卫和秦腾现在的分数也上来了 其中秦卫对炼制换气也挺在行 虽然没有本命真火 却有灵魂之水 加上上古幻师的炼气秘术 冰火萃取之下 他竟然也能炼出神帝气 这样一来 秦卫的得分也显得可怕了 九重天基础分十分 捕猎君王九分 驯化君王九分 炼制换气八分 寻找灵物八分 他也得到了四十四分的高分 奥风觉得秦腾这下就真的悲催了 八重天行军已暴乱 他不敢进入 七重天最多只有半君王 如果秦卫最后的个人实力赛发挥正常的话 他恐怕连第二都得不到 而秦前这家伙就完全不能做这些精细活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炼制出一枚两档换气 好容易得到了最低分 一分 这两个人倒有默契 虽然都是炼制的换气戒指 不过等级差距的巨大 让两枚戒指的外观也有着天壤之别 秦卫炼制出的那个通体雪白 上面还有极为细微的华丽的银色花纹 而秦前这个就是黑漆漆的 不说的话还真看不出是换气 为什么你们都那么会炼气啊 秦前眼泪汪汪的盯着秦卫炼制出的戒指 严重地被打击到了 白痴 简直是浪费了大好的材料 看了一眼秦前炼制出的戒指 秦卫一阵无语 能用大振气灵判定七分以上的材料 炼制出这种东西 也不得不感叹一下 这小子彪悍的炼气技术 秦前哀怨地看了他一眼 郁闷地去角落里画圈圈 这方面他输得一塌糊涂 完全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 连反驳的话也无从说起 正悲催着 眼前却突然落下一件东西 吊在他托着漆黑戒指的手掌上 仔细一瞧 却是秦卫炼制的白色戒指 回头一瞧 秦卫正对他伸着手 拿来 秦前一愣 什么 戒指啊 秦卫翻了个白眼 强调道 要你练的那枚 秦前更傻眼了 这是什么状况啊 你放着你自己的戒指不要 扔过来给我 反而要我练制的这个 连我都觉得不堪入目的 二档垃圾换切 你一点等价交易的观念都没有吗 啊什么啊呀 叫你拿来就拿来 秦卫似乎是受不了他的迟钝了 神情也开始不耐起来 喂你到底给不给啊 不给就把我那枚还给我 我才不还呢 秦前一听这话 立刻反应过来了 马上甩手把黑戒指扔给他 白戒指迅速地滴血认住 戴到手上哼哼道 这破玩意儿你要就拿去吧 你练制的这个戒指 好歹是没神地气 属性方面呢也不错 还是可以装载生命的 以后我装了幻兽大军 正好有个地方放 我傻了才还你呢 哼 难得你也有不傻的时候 秦卫冷着脸接下戒指 也滴血认住戴了起来 不过是在秦前看不到的地方 而且戴到手上马上隐藏掉了 秦前自然没发现 秦卫 你什么意思 难道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傻的吗 你再说一次试试看 白痴 我再说一百次又怎样 傲峰笑看着这对火宝 有他们在 这一路真是一点也不无聊 不过下面的路途 恐怕暂时要和他们别过来 眼神凝重地 看向上空不远的一座岛屿 他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了 一股雄魂霸道的气势 大军王级魔兽 接下来我要去捕捉大军王级魔兽了 完了之后 我可能会直接到九重天的最高处看看 那个地方你们去不了 就在这里等着小队失恋结束吧 傲峰 回头转向二人 对他们交代着 个人赛的时候 我们虽然会被传送到一个地图里 却应该是不同方位 到中间才能重新聚到一起 不过 以你们现在的实力 应该也不会轻易被打出去 我们到那个时候 再见吧 秦卫和秦前闻言 稍许沉默了一下 云峰 你真的要去啊 大军王可不是军王 你的实力是很强 可对上大军王 我觉得还是没有多大胜算 你现在的得分呢 已经远升秦藤了 就算个人赛 你只有一分 他十分 这第一还是你的呀 又何苦再争这一两分呢 秦前毫不遮掩地 表达出了自己的担忧 太危险了 秦卫难得地和他的观点一致 轻点着头道 他们是很喜欢 傲峰这个队友的 且不说 他在试炼中 帮了他们那么大忙 让他们得到了高分 单凭先前共同患难 不离不弃 就已经是生死兄弟了 他们不想看到傲峰 出什么事情 这不是分数的问题 有时候冒险 并不是为了利益 而是一种自我挑战 身为修炼者 面临挑战时 我们绝不能退缩 一旦剁了气势和心境 以后的修炼 便再难寸进了 傲峰摇了摇头 神色虽淡 眼神却很坚定 又看了看身旁的赤一眼 而且 就算是为了我的朋友 我也一定要到顶端去 看看 那究竟是什么 他知道 虽然赤嘴上没有再说什么 心中肯定还是介意 那头魔兽的 如果不能明确答案 他就会一直记挂着 成为一块心病 说到傲峰的目光 赤的脸上出现了少见的温和笑意 他们之间心灵相通 很多事情不必多说 都能感觉到 有他这样的关心支持 他又怎能让他失望呢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我们也不多言了 你一定要小心行事 我们还等着 你来诸神的外族联盟做客呢 秦前之道 劝不住他 只能这样叮嘱两句 秦卫思索一下 也提醒傲峰道 试炼还剩最后两天 如果云峰 你真的要去最顶端看一看 那就最后的时刻上去 等试炼时间一到 你就会被直接传送出九重天 就算上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也无法伤害到你 傲峰不由的眼睛一亮 秦卫的方法的确不错 最上面那个大家伙 以他现在的实力 肯定是无法抗衡的 他已经猜测到 历代幻神之所以始终不能解开大阵的秘密 恐怕就是因为他 他的目的也只是上去看一眼 解开赤心中的困惑 并非真的想要现在就去打败他 那无异于以卵击石 放心吧 我会的 傲峰点了点头 那我就走了 秦前和秦卫向他挥手 他们明白自己上去 也是拖累傲峰 干脆地留在了原地 道别了秦卫二人 傲峰便向上方飞行 感觉也越发地清晰 上面的一个岛屿里 盘踞的 绝对是大军王级的魔兽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这次 Chor economist 电视频 有什么事 自己 有什么事 好了